大安法师列举念佛六大利益 望有缘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都能随喜订阅人间修行录频道 点赞并转发本视频 让更多的有缘人加入修行的队伍 就是成就不可思议的法不失功德 念佛号的种种利益 利益是很多了 因为阿弥陀佛大愿之王满足一切众生各个层次的愿望 无论世间的愿望还是出世间的愿望 一切都能满足 尤其一个最大的满足就是成就往生一愿等于成就了所有的愿 那么念佛法门不仅仅是面对死亡来产生作用的 虽然它是终极的 同时它在世间当中也能够解决我们的很多问题 所以我这里列了六条 像第一列最初仗义 你念佛能够消除业障 除种种魔障 第二互念吉祥义 念佛就能得诸佛菩萨的互念 观音 试至隐形保护 乃至于25位菩萨来保护 使恶鬼恶神不能挠乱 这方面的例子都很多 第三不受诸难义 就是在一切恐惧当中给我们安慰 我们种种的灾难 风灾地震海啸战争 所有这些灾难 我们一定要悉心佛号就能够逢凶化吉 遇难成祥 第四是天人理敬义 就是只要信愿持明念佛能得到世间天人的尊重 保护 第五常得见佛意 就是至诚念佛 或者在定中 或者在临命中的时 能见到阿弥陀佛 释迦牟尼佛早已灭度 但阿弥陀佛今现在说法 是现在的一尊佛 所以我们一定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做阿弥陀佛的弟子 第六身心康复义 就是念这句名号 能够使我们心里的疾病得到治疗 现在心里的疾病已经在我们中国很多了 抑郁症 精神障碍呀 包括失眠哪 这些人数越来越多 有自杀倾向 包括自杀已碎的也很多 这些都是严重的心理障碍 心理障碍问题是内心无名黑暗兼顾的问题 只要念这句名号 内心打开 充满光明 他就不会走向自枪的道路 也不会现在那种忧郁 失眠 烦恼里面不能自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来的